最近网络上传出一份中国高校的文件 赫然要求对全校师生员工的手机和电脑等电子设备进行检查 那么关于这件事你了解到哪些情况 这种检查有没有涉及中国的全部高等院校或其他的地方呢 广西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发布的一个红头文件显示 这所学校全部师生的手机电脑移动硬盘U盘等等都要接受检查 检查呢里面是否含有射报射恐反动或者淫秽内容 这个消息一出呢引发网民的热议 认为学校的做法侵犯了师生的隐私权 中国国内的媒体也跟进报道确认了这个文件的真实性 中国的澎湃新闻网采访该学校的工作人员和一名学生 说现在清查呢这个还没有实施 就是对方说啊一名这个在校生呢在网上表示 虽然他们学校还没有开始查 但是文件下来了如果没有人在意这件事的话呢 就难保学校会按文件要求去清查 只能说是因为这件事呢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所以学校肯定不会再按文件那样去做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回应新京报的采访说 这个解读呢有误可能是表述的问题 不能拿不能随便拿别人的手机去检查 而且还说如果是不合理的话我们需要解释 是合理的话我们需要解释吗 这个表述看来也是缺乏确定性的啊 最近重庆传出对高考学生进行证审的消息 那么重庆教育考试院回应说呢 是记者写错了 应该是对学生思想政治的考核 美国之音今天打电话到广西壮国自治区宣传部新闻处 一位官员表示他对这件事不了解 也不发表任何看法 网上呢有自称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的一名学生 上传一张图片表示 所谓清查是以自查形式实施的 在这之前也有一些类似的传闻 比如网络上流传了一张 贵州省教职员工言论行为自查报告表 要求师生主动汇报2012年以来 是否发表过所谓不当言论 还有教师要求填写干部网络安全个人自查报告表 要求登记QQ微信微博等账号 那么去年中共十九大之前呢 官方更是要求党员不能在网络上妄议中央 不得泄露党和国家机密 不得浏览非法反动网站 以职务身份注册微信微博骗群的 要向组织汇报等等 而在新疆有报道说警察在街头就会检查民众的手机 目前中国多地公安采购了手机扫描仪 民众就担忧新疆的维稳模式可能向全国范围推广 现在的问题是究竟只是个别单位 各别地方检查公众个人隐私的个别现象呢 还是将会推广到各地各单位 这需要继续关注 许波 好的 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 好